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那个时候纽约来帮我们办联络处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找我说 要不要来参加这个茶会 节目还没开始 就是后面有人在分便当 就是让我们先吃 那我就站起来 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忙 结果那时候有个师姐跟我讲说 不行 你要加入志工你才可以帮忙 那时候心里就知道说 原来加入志工才可以做事情 这个呢 这包包不是他的 不用 就这样子而已吗 好 拜拜 当然会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现在是几乎除了自己的生活以外 可以说百分之八十 九十都是在慈祭里面 顶撞我 我会生气 那我们会生气一定是觉得是别人的错嘛 所以我就会用上人那句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惩罚自己 有人去跟上人讲说 啊 我们儿子都不在头脱 啊 成绩不好 上人就会跟他讲说 啊 沒關係 乖就好了 还说 还不乖喔 上人说 沒關係 健康就好了 常常会有父母因为孩子健康 不管身体心理方面 给父母都带来很大的那种苦恼 所以我后来觉得说 我有一对很健康的儿女 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们有一次在读书课的时候 痴经师姐就跟我们讲说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辈子很幸福 我们应该很感恩一个人 我们那时候都在猜到底是哪一个人 他就跟我们讲说 感恩我们前辈子的那一个人 他说 因为他做得这么好 让我们这辈子在享福这样子 所以当然我们这辈子也要做好 就是师父 习父 再造福